全球多間機構和企業在上星期五受勒索軟件WannaCry突襲 目前至少150個國家及地區超過20萬人受到影響 日本全過600間企業大約2,000部電腦亦都租勒索 日產汽車在星期一證實有部門成為黑客的勒索對象 但強調對業務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其中日立發言人表示公司電郵傳送速度緩慢 檔案無法開啟相信與勒索軟件有關 印度網絡安全部門發出紅色警告提醒市民不要繳付屬金 而為了保障資料安全法國汽車製造商雷諾 在國內北部度哀的車廠決定星期一關閉 對於有私識說美國國安局是勒索軟件的技術源頭 微軟總裁史密斯直指政府組織積存作業系統的漏洞情報 認為國國應該視這次事件為警號 俄羅斯總統普京認同史密斯的說法 認為應該以國際政治層面討論解決方法 而美國有匿名官員透露 特朗普在星期日以下令評估勒索軟件的威脅 而聯邦調查局和國家安全局正設法確定黑客身份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